神学概要,第一部分,问题二 关于上帝的存在 第一条,上帝是否不言自明 以此看来,上帝是不言而喻的反对意见 一,那些据说是不言而喻的东西 其知识对我们来说是自然的 例如,第一原理,上帝存在的知识是自然借给每个人留下的印象 因此,上帝是不言自明的 二,那些被说成是不言而喻的东西 一说起他们的名字,就会立即被识别出来 这要归功于掩饰的第一原则 例如,一旦知道什么是整体,什么是部分 就会立即知道整体大于部分 因此,一旦人们理解了上帝这个名字的含义 就会立即得出结论,上帝存在 如果这个名字是指可以理解的最巨大的东西 那么,在现实和理解中给予的东西比 指在理解中给予的东西更巨大 既然这个名字,上帝的含义被立即理解为在理解中 就必须得出结论,它也在现实中 因此,上帝是不言自明的 三,真理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否认真理存在的人就是在说真理存在 因为如果真理不存在,那么真理不存在就是真的 但要使某件事情成为真实,真理必须存在 上帝就是真理本身 约翰福音14比6 我就是那条路,那条真理,那条生命 因此,上帝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反对,没有人可以把不言而喻的事情想得相反 然而,有可能把上帝存在的事实想得相反 根据诗篇52比1,愚人心里说,上帝不存在 因此,上帝的存在不是不正自明的 我回答,某物的证据可以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本身,不为我们 另一个是本身,为我们 因此,当位语包含在主语的概念中时 一个命题是不言而喻的 如人是一种动物,因为位语动物包含在人的概念中 因此,如果每个人都知道位语有什么组成 主语有什么组成 那么,这个命题对每个人来说就是不言而喻的 这就是证明的第一原则的情况 因为他们的术语,如存在、不存在、所有部分、等等 是如此常见,以至于没有人不知道他们 相反,如果有些人不知道位语有什么组成 主语有什么组成 那么这个命题将是不正自明的 但对于那些不知道位语有什么组成 主语有什么组成的人来说,就不是这样了 因此,正 如不爱修所说 有些精神概念是所有人共同的 不言而喻的 只有智者才能理解 例如,物体的东西不占任何位置 因此,我说 上帝存在这个命题 就其本身而言 是不言而喻的 因为在其中 主语和谓语是相同的 因为上帝就是他的存在 因为我们不知道上帝有什么组成 他对我们来说 不是不言而喻的 但我们需要通过对我们来说 更明显的 在本质上不那么明显的东西 及效果 来证明它 对反对意见 意以一般的方式 且不无困惑地知道上帝的存在 在上帝是人的幸福的意义上 我们的天性被打上了烙印 因为人的天性是希望得到幸福 所以按天性他知道 按天性他所渴望的东西 但这不能完全成为 知道上帝的存在 例如 知道有人要来 并不是知道彼得要来 即使是彼得要来 事实上 许多人认为人的完美的善 也就是幸福 是由财富组成的 另一些人认为 是由快乐组成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 是由其他东西组成的 二 很可能听到上帝这个词的人 并不了解这个词 所表达的是 可以想到的最巨大的东西 因为确实有人认为 上帝是一个身体 然而 即使假设有人理解 上帝这个词所说的含义 也不能说明 他理解这个名字的含义 是在现实中给出的 而只是在智力的理解中 也不能推断出 它存在于现实中 除非预设在现实中 存在着这样的东西 即不能想到 比它更大的东西 而这一点 不被那些坚持认为 上帝不存在的人所接受 算一般来说 真理的存在是不言而喻的 但绝对真理的存在 对我们来说 却不是不言而喻的 而你认为 上帝到底是不是不言而喻的呢 更多历史视频 请访问视频描述中我的频道 下一个视频 第二条 上帝的存在是否可以被证明